澳大利亚的海军实力虽然不如美俄 但也算是一支不容忽略的力量 其海军的主要力量就是两艘堪贝拉级两栖攻击舰 以及三艘霍巴特级宙斯顿级驱逐舰 我们今天的主角就是霍巴特级驱逐舰 该驱逐舰是澳大利亚建军以来所拥有的最大吨位的驱逐舰 在获得霍巴特级驱逐舰之前 澳大利亚海军的实力极为寒酸 波斯级驱逐舰退役之后 澳大利亚海军具备区域防空能力的舰艇 就剩下两艘阿德莱德级护卫舰 这六艘护卫舰的防空能力 也是澳大利亚在花了15亿美金 加装MK41垂直发射系统 以及具备发射标准2MR型防空导弹能力之后才具备的 1996年开始服役的安扎克级驱逐舰 也只是具备发射海麻雀的能力 主要用于低强度地区冲突 防空反舰和反潜能力都是一般 很显然这两极护卫舰 根本无法在未来高强度冲突环境中生存下来 实力太弱怎么办 那就买装备 背靠大树好成梁 澳大利亚可以说完美地诠释了这句话 在冷战期间 在美国的帮助下 澳大利亚不再惧怕苏联海军 还节省了很多原本应该投到军备上的金钱 冷战结束之后 美国的战略方向发生改变 逐渐调整为游海向路 于是澳大利亚就响应了美国的作战思路 在2000年就提出了提升自家海军的报告 准备采购新型防空驱逐舰项目 澳大利亚对于新型驱逐舰的要求很高 必须要以防空作战为第一要务 同时承担舰队指挥中心的质责 在未来的登陆作战行动中 在保证本舰安全的情况下 为登陆部队提供防空上防护 并且还要具备电子战能力 具备使用远程对陆攻击武器的能力 还必须具备弹道导弹防御能力 性能好还不够 维护成本还要低 建造的地方还要放在澳大利亚本土 这也就是意味着还要把技术留在澳大利亚 在这种情况下 只有德国布洛姆福斯造船公司 美国的吉波斯考克斯公司 以及西班牙纳凡蒂亚集团三家投递了标书 在澳大利亚的筛选中 德国的F124护卫舰的改进型 由于作战能力不够 技术风险太大 第一轮就被淘汰 剩下美国的伯克级驱逐舰 与西班牙的F100型护卫舰的改进型 凭借着价格优惠 还能提前交付的优势 澳大利亚最终选择了西班牙的F100改进型 并将其命名为霍巴特级驱逐舰 虽然没有选择美国的伯克级改进型 美国还是卖给了澳大利亚三套 宙斯盾基线7.1系统 用于武装霍巴特级驱逐舰 霍巴特级驱逐舰 是由F100型护卫舰发展而来 其舰型结构完全一样 我们就从F100型护卫舰的技术性能来对比 分析霍巴特级到底有多出色 在外形上 霍巴特级为中央船楼形 为了防止甲板上浪 舰手设有弦强 而且全舰由27个模块组成 这不仅简化了建造工艺 缩短了建造周期 更重要的是升级改造比较方便 同时霍巴特级驱逐舰 继承了F100型护卫舰的四层甲板概念 并且为了增强防火能力 舰体被主舱壁隔离成了多个垂直的防火区 防火区之间的间隔少于40米 为保证抗沉性 舰上还具备13个横向防水舱壁 其抗沉性能完全达到了美国海军的标准 霍巴特级的动力装置 也完全继承了F100型 采用柴燃联合形式 主机为两台通用电器LM2500燃气涡轮 和两台卡特比拉3600型柴油机 巡航时只采用柴油机 高速航行时 燃气轮机和柴油机一起工作 为增强动力装置的生存力 动力装置分别设置在两套防水的主机舱段 每个舱段内有一套齿轮传动机构 和一根传动轴 分别驱动一个五页可调罗具螺旋桨 虽然动力装置相同 但霍巴特级的吨位比F100型增加了近400吨 所以其最大航速要比F100型稍低一些 约为28节 但是霍巴特级的续航力却比F100型要长 在18节时可达5000海里 F100型为4500海里 澳海军要求的也正是续航力较高这一点 因为其主要活动场所是广阔的太平洋和印度洋 跑不远可不行 至于最大航速 跑得再快也没导弹快 所以现代水面舰艇基本不再将其作为特别重要的指标 当然作为一艘驱逐舰 我们看的还是隐身性能与防空能力 在雷达隐身方面 霍巴特级通过倾斜式干弦 弦强与上层建筑紧密结合等等措施 尽量减少外入雾来降低雷达反射信号 在红外隐身方面 霍巴特级则是在动力装置的通风设备上 安装废气冷却系统 将排出的热废气与外部的冷空气混合 降低排气温度 同时在舰体表面还有舰壳洒水系统 减少红外辐射信号 并且舰上还安装了与全球定位系统 和GYP0系统相结合的消磁系统 可以为舰艇消磁 避免了使用消磁船或者消磁站进行消磁的麻烦 不过即使霍巴特级驱逐舰采用了很多的隐身措施 但是其隐身性能算是新一代驱逐舰的中等水平 其主维过于高大 而且没有采用封闭式设计 舰上仍然有许多侧线栏杆杆 这些都增加了雷达的反射信号 舰型的设计没有发生改变 就意味着这个问题在F100型上就已经出现了 当然澳大利亚也十分清楚这个问题 不过也没有做出更改 可以看出澳大利亚对于霍巴特的隐身性能其实并不是很看重 澳大利亚海军看重的是它的防空能力 与F100型一样 霍巴特级的第一要物是海上防空 这也是两型舰性能上的最大区别 霍巴特级的能力要比前者更上一层楼 两者虽然都采用了宙斯盾系统 但霍巴特级采用的是最新版本 宙斯盾基线7.1系统 性能要比F100型上的宙斯盾基线5.3改进型系统高一个档次 与以前的宙斯盾系统相比 宙斯盾基线7.1的最大特点是采用完全的开放式结构 大量采用商业标准键 升级方便 扩展功能灵活 能够整合任意作战此系统 宙斯盾基线7.1系统的核心 是采用四块八角面板天线的ANSPY-1DV相控阵雷达 与F100型护卫舰上的ANSPY-1D相比 其最大改进之处是提高了弹道导弹探测能力 它能够探测到射程较远 速度较快的中远程弹道导弹 具备自动的自适应雷达模式控制能力 和更强的抗电子干扰能力 对雷达发射机信号处理与控制计算机都进行了改进 具有高速跟踪和垂直搜索能力 提高了探测低空掠海目标和滨海环境中 操作时滤出海面杂波的能力 并增加了协同作战能力 不过两者的多目标探测能力变化不大 仍是同时探测450千米内的400个空中目标 并对其中100个进行跟踪 霍巴特级驱逐舰的主力防空武器系统 与F100型相同 都是48单元MK41垂直发射装置 其中40个单元容装标准SM-2BROCK-3A舰空导弹 8个单元装RIM-162A改进型海麻雀舰空导弹 凭借着先进的宙斯盾系统与导弹 霍巴特级的防空能力可以说达到了世界的一流水准 该舰艇的进程防御系统并没有采用F100型上的 梅罗卡MK-2B进防炮 而是采用美制MK-15BROCK-1B密集阵系统 数量上比F100型多一座 这使其进程防御能力有较大幅度的提高 作为一艘主要担任防空的舰艇 霍巴特级对反舰的要求并不是很迫切 所以采取了许多国家驱护舰的标准配置 两座四连装美制鱼叉反舰导弹发射装置 不过选用的反舰导弹是最新的RGM-84L鱼叉BROCK-3 该导弹除主动雷达导引头外 还加装了INS GPS制导系统 以及斯拉姆导弹上的任务计算机 所以既能攻击海面上的舰艇 也能攻击港口内的舰艇和按上93千米纵深的固定目标 实际上是一种多用途导弹 总的来说 霍巴特级的反舰能力处于现代驱护舰的中间水平 既不拔尖也不落后 与反舰一样 反舰也不是霍巴特级的主业 但也相当重视 该极舰的反潜探测设备 主要是雷神公司的低频主动被动舰壳声纳 舰在反潜武器系统为两座三连装MK32MOOD-9鱼雷发射管 位于舰体两侧内部 发射时鱼雷管的掩壁口盖可通过遥控开启 用以发射霍尼威尔MK46MOOD-5轻型反潜鱼雷 该鱼雷提高了抗干扰能力和战斗部威力 改进了自导能力 能在各种环境下工作 采用双素质推进 可打击现代大潜身低噪声潜艇 航空反潜是现代驱护舰的主要反潜手段 霍巴特级自然也不例外 同F-100型护卫舰一样 霍巴特级也是在舰尾设有一座机库 和一个长264米的飞行甲板 但F-100型只能搭载一架反潜直升机 而霍巴特级对机库内部进行了适当改装 可容纳两架反潜直升机 在反潜直升机型号上 霍巴特级和F-100型相同 都是美智SH-60B海鹰 LA-MPS-MK3 这种直升机可通过机载的调放式声纳 声纳浮标 搜索雷达 磁碳仪等多种先进探测设备 对潜艇实施搜索 一旦发现敌潜艇 可用机上挂载的MK-46MOD-5反潜鱼雷 或机内装载的反潜深弹对目标进行打击 需要注意的是 霍巴特级并没有采用整体 即战术性能更好的MK-45MOD-4型 62倍口径127毫米舰炮 而是继续像F-100型一样 在舰手安装一座较老的MK-45MOD-2型 127毫米舰炮 配有纳凡迪亚集团FABA系统生产的 多纳雷达光电火控系统 也许奥海军认为 舰炮的重要性 对霍巴特级这样的防空驱逐舰来说并不大 因此采购时不是考虑性能优先 而是成本优先 结果就采购了便宜的MK-45MOD-2舰炮 对此各位朋友是如何认为的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评论 下期见